3月7日 泽连斯基再次要求扎鲁日内前往英国当驻英大使 泽连斯基说 扎鲁日内将军特别提到了 他想去英国当外交官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 对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表示 泽连斯基也一直希望有一个了解军事的人 可以去英国展现自己的军事战略远见 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帮助 这已经不是泽连斯基第一次这么说了 而我们的扎总也是毫不意外的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 他可从来没说自己想当英国大使 事实上早在泽连斯基使用希尔斯基替代扎鲁日内 成为乌军总司令的时候 最已经提出了让他去英国当大使的事情 从谋中角度上说 也算是给不听自己话的乌克兰前军队总指挥留了一点面子 毕竟没有让希尔斯基直接通过军队调令 给他安个前线部队指挥 或者干脆就是大头兵的职务 然后扔到前线填线去 可问题是谁也不能不好证 扎鲁日内上了去英国的飞机之后 会不会遇上俄罗斯的无人机或者防空导弹 各位还记得那个瓦格纳的胡子 普里格金是怎么死的吗 那不就是上飞机去非洲救人 半路上遇上了乌克兰的导弹 然后咚的一下 吓死了 而且还是死无罪证 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是谁给弄死的死的 是不明不白 就目前扎鲁日内和泽连斯基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也有理由相信你泽连斯基这个小子 没准也变坏了 准备给他整一个厨子套餐 虽然说扎鲁日内已经不是乌克兰的总司令了 但他和泽连斯基之间仍旧有着很大的冲突 当前这两人之间最大的矛盾 就是扎鲁日内的支持率太高了 在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 扎鲁日内已超过90%的支持率 超过了泽连斯基的77% 虽说当前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中 不会进行总统大选 但凭借目前扎鲁日内极高的民间支持率 一旦战争结束进行总统大选 那扎鲁日内战胜泽连斯基成为下一任乌克兰总统的概率 几乎就是百分之百了 按理说扎鲁日内早就想干掉扎鲁日内 但奈何扎鲁日内是目前乌克兰作战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之一 美国方面之前对他的态度也就两个字 利保 然而由于扎鲁日内直接违反美国下达的命令 拒绝对俄罗斯发起反击 所以现在美国也不死保这个人了 泽连斯基恐怕会觉得这是干掉扎鲁日内的居家时机 就算泽连斯基不这么想 也不排除扎鲁日内不往这边想 毕竟政治暗杀是斯拉夫大区的经典行为 沙俄时期 苏联时期 俄罗斯联邦 还有现在的乌克兰 都没有把政治暗杀从自己的政策选项中给排出去 而且哪怕不是为了防止暗杀 仅仅是为了在下一次乌克兰大选中 或者优势的扎鲁日内 现在也绝不能前往英国 欧洲政治的本质是宝宝度 哪怕扎鲁日内安全到英国了 那他也离开了乌克兰的核心政治圈子 久而久之会被选民遗忘 这对于他接下来 当乌克兰总统的计划非常不利 所以本虎断言 扎鲁日内不可能去英国 不管是为了自己生理生命的安全 还是政治生命的延续 他都必须留在基辅 留在乌克兰决策的核心圈子 继续我爱你泽连斯基的言 只不过现在乌克兰局势 都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还在玩政治游戏 只能说这个世界 他真的是个操材班子 所以说这个世界 都能找到楼克兰的核心里 agen悦